这部影响极大的科幻神作终于等到了 这是由苹果TV推出的科幻美剧《基地》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精尿绝伦的作品 简直是酣畅淋漓 视觉特效也是电影级别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来解说第一季全集 《未来世界》 人类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开启了银河统治阶段 殖民近2500万个行星 将于横跨10万光年 银河帝国由此而诞生 帝国的首都位于川陀 拥有银河系最顶尖的科学技术 人口高达450亿 但数十亿人都生活在川陀外层 只能在地下一百层忙碌一辈子 从来见不到真正的太阳和星星 只能看到服务器投放的天空影像 而自然世界仅存的一切都属于帝王们 帝国的第一任统治者是克里昂 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建立了星桥 这个高耸入云的建筑物 是地面连接太空的轨道 从川陀站下降到星球表面需要14个小时 克里昂为了能亲眼见到星桥完工 竟让人工智能得莫着手研究克隆技术 克隆出不同年龄段的自己 一人垄断整个帝国的统治 他们分别是黎明 白昼 黄昏 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克里昂 等年长的国王衰老时 开始孕育新的克隆人 就这样交替世袭 平文统治了一万两千年 但这个数学家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份瓶颈 他是川陀最知名的数学家哈里 致力于研究心理历史学 这门学科可以用来预测大基数人口的行为 换句话说就是预测未来 他通过演算推断出 银河帝国将在五个世纪内化为废墟 这一预测威胁到统治阶层的利益 也将他推向风口浪尖处 凡是哈里的信徒被国王发现后 只能落得个粉身费主的下场 哈里为了摆脱困境 发起一场数学竞赛 只为找到能解开500年难题的数学天才 盖尔是唯一解开难题的人 被邀请前往川陀工作 到这里故事才刚刚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